各位亲爱的长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晚安 感谢主 我们在礼拜五的晚间 就是安息日的开始 我们又一同来聚集敬拜神 愿主耶稣真神 纪念我们这样的一种 爱慕真理的心 渴慕神慈爱临到的这样的信心 来伺服器给我们 今天晚上小弟要讲的题目是 神的剑 这是以赛亚书49章2节 所提到的一个仆人的观念 我们想来谈一谈神的剑 神的用人是他的剑 神的仆人是他的剑 在旧约圣经 以赛亚先知这个时代 当然那时候的武器 最厉害的莫过于剑 不是刀剑的剑 是射剑 百步穿扬的这个剑 那因为剑 可以在猎人手中成为厉害的武器 它射出以后 在很远的距离可以命中目标 带来猎物猛兽的祖杀 然后来得到保全 也得到猎物 得到丰收 如果在军队 剑更是士兵重要的武器 在远距离可以射伤敌人 甚至重伤敌人 甚至殲灭敌人 那么来带来胜利 带来这个所要的重要的果效 所以剑很厉害 我们来谈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 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 九约八百六十页 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 第二节说 他使我的口如块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我们先看到这里 这个是以赛亚先知 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份 地位 他的使命 他对于神的信靠 也对于神的 这样的顺服信任 先知要讲论神的话语 传讲神的旨意 所以他的口要如块刀 神的话 神的真理 借着他口而出 如两刃刀 可以植入人心 那我们要想 我们要讲下面的这一段 先知说 他被藏在神手印之下 在神的大能 神的保护 神的旨意之下 使他成为一种如磨亮的剑 又将他藏在神 所收藏的剑袋之中 我们要来谈 以赛亚先知的这种经验 成为我们一个被读所有的人 一个服侍的经验 第一个 我们要谈几点 第一是 他是神手中的剑 我们今天也要成为神手中的剑 看先知以赛亚 他的剑 这个剑是有什么样的特色 坏刀 必是被磨砺过 被砥砺过 然后他是 能够有能力切斩 所以这个剑是磨亮的剑 是很精细 很有能力的 那我们来看一支剑 它要被射出命中目标 我们俗话说 百步穿扬的能力 就是神剑手 他的能力 背力 他的准确度 但是手中这个工具 也功不可没 这支剑 必须是直的 如果一把剑 一支剑是弯曲的 那么在射手手中 虽然再有强大的 这个瞄准力 神射能力 但是剑弯曲 他弹道出去 就歪掉了 无法命中目标 无法带来果效 所以呢 首先谈到 一支剑 必须是直的 而且是真正的直的 这在神的仆人来说 神手中的剑 更是垂直 不弯曲的 我们来看 约翰一书 第一章 约翰一书第一章 四十七节 约翰一书一章四十七节 约翰福音 对不起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一章 第四十七节 我们看到主耶稣 挑选门徒 他的门徒 有几个特色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 被主耶稣来挑选 成为使徒 那我们谈过 拿弹业这个门徒 我们看约翰福音 第一章 四十六节 拿弹业对他说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 四十六节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非利说你来看 四十七节 我们看四十七节 耶稣看见拿弹业来 就指着他说 看啊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耶稣看中 拿弹业的一个本质 是 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心中没有诡诈 是一个正直 真实 不弯曲 内心没有诡诈 没有欺骗 没有谎言 所以我们说到 神的剑是直的 神喜欢的工人 神喜欢的百姓 神喜欢的仆人 是正直不恶的 如同耶稣很喜欢拿弹业 这样子一种 没有诡诈 真实无味 这就是第一个 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宝剑 一支真正垂直的剑 这也是我们要追求的 在今天的末世 是人心不古 充满诡诈 讲话都很好听 但是呢 内心却完全跟所说的话背道而驰 当然更是有许多的人 用诡诈的言语来欺骗 来残害 谋取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个都不是神百姓的作为 神喜欢正直诚实的人 因为神就是真实 在他里面没有诡诈 所以神也看透人一切的心 所以弯曲的人不被神用 他是一把一支弯曲的剑无用 设不到目标 是被弃绝的 所以这个我们从拿丹叶的身上来做效法 拿丹叶是好门徒 我们更可以看到 这个旧恩减选的开始 始祖亚伯拉罕 他更是信心之父 那他除了信心为榜样之外 他的一个特质 正直 诚实的特质 更是被真神所赏识 所以我们来看 尼西米记九章第七节 尼西米记的九章第七节 尼西米记九章七节到八节 在旧约607页 尼西米记的九章第七节 尼西米记的九章第七节 说到 你是耶和华神 曾拦选亚伯拉罕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第八节 你见他 你见他在你面前 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 就与他立约 允许把亚伯拉罕 比利西人 比利西人 耶布斯人 格加萨人之地 来赐给他的后裔 这里说到 耶和华真神是公义的神 他是全然真实 他所喜悦的人 也必是像他这样真实的人 亚伯拉罕 在还没改变 还没被拣选 他叫亚伯兰 住在加勒底的乌尔 那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 那是一个迷信 不认识神的这样的一种地点 结果神拣选他 出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 离开那个虚假的 拜那个假神的 那个不认识真实 真理的信仰的 这样的迷信 无知的环境 为什么第八节 尼西米在写这样的诗歌 在赞美神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说到 因为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 就来跟他立约 神拣选 但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特质 心里诚实 神喜悦这样的人 所以神多考验 然后来与亚伯拉罕立约 所以亚伯拉罕之约 成为后裔蒙福的一个开始 更成为世人 万人因他也得以蒙福 因他的后裔的基督 也得以蒙福 所以这个是蒙福的主 他有一个特质 是心里诚实 所以这是神要用的 正直的剑 值得我们来深思来效法 所以凡正直的人 必要得到神的恩典 如同亚伯拉罕 如同这些伟大的 这些圣徒 这些像戴伊犁 像这些先知们 能够诚实 正直 就蒙神重用 成为有用的一把一支剑 看诗篇84篇 诗篇84篇 11节 诗篇84篇11节 在这个顿路 我们互相勉励 诗篇84篇11节 720页 诗篇84篇11节 这里说到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 是盾牌 要私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 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成为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努力 神不会把好处 留下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就是心里诚实 秉公行义 神是公义的神 是信实的神 他必会四福 这是 人在这里 带来的信仰的经验 也是神的应许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当正直的剑 第二点 剑 它的方向必定是向前 一支剑射出去 目标在前面 它要往前直射 它不可以错乱方向 不可以后退 它如果往后就危险 因为敌人在前方 后面是自己人 所以射错方向 甚至后退 根本这个剑是无用武之地 还伤了自己人 这是一个废弃的 无用之剑 所以剑要往前直冲 一直到目的地为止 这才是有用的剑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 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说 耶稣说 手扶着你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福里要前进 才能耕田 才能松土 如果福里向后看 他根本没有办法行动 没有办法来做出工作 达到果效 所以福里向后看 是一个没有信心 没有行动力的人 在信仰上面是不蒙福的 耶稣说不配进神的国 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进神的国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往前走 信仰不能后退 跟那个划船一样 在这条信仰的道路 只有前进 只有前进努力 努力往前行 如果停止不动 不要以为这样能够喘气休息 或者说我可以保持一个成果 事实上 世俗的潮流 魔鬼的阻挡 如同这个水流一样 其实是一直把我们往后推的 我们的方向是离 天国目标越来越远的 往后退 离那个永生的标的越来越远 不是说我们已经行半离路了 没有用 这跟龟兔赛跑一样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不进则退 龟兔赛跑是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了 那只兔子就躺在那里睡觉了 他说乌龟离我太远 我睡觉再醒来都可以迎它 是没有错 但是乌龟一步一脚印 没有停止前进 他已经到达目标了 那个时候太阳快下山 兔子醒过来 想要大展身手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信仰跟这道理一样 我们不可以一时的轻忽 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向前 主耶稣说 要努力往前进 不要怕辛苦 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这也是主所说的 所以这一点上面 我们见要往前直奔 不要停止 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分了心 都不可以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第十章 西伯来书第十章 西伯来书的十章 第三十五节 到三十九节 西伯来书十章 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 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 三十六节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三十七节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言 三十八节 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三十九节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这个就是得救的人的得救过程 西伯来书作者说 要勇敢 不要因为阻拦 因为困难 因为环境的艰难 而退步 而停止 停止就会被洪水往后冲 所以我们要忍耐 三十六节说 要忍耐心万的神的旨意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要我们得着生命的 所以当克服这个艰难 当勇敢向前 不要以为 现在看起来好像冷冷淡淡的 好像主耶稣很久才要再来 那我们就怠惰了 就轻忽了 神所喜欢的是前进的人 因为三十八节讲 退后神就不喜欢 我们要当神喜欢的 这一把向前直进的剑 不要停止 不要退后 因为我们不是要沉沦 我们是蒙救的人 我们是要得着天国盼望的人 所以要勇敢向前 保罗他们有美好的这样的经验 跟示范 在《使徒行传》都提到了 这个有许多的艰难 甚至圣灵 这个借着圣灵的启示 各地方教会都有说到 这个很困难 保罗你现在来一定会发生危险 因为连先知都预言的 拿他的皮带 说这个皮带的主人 要被这样绑住 束缚带到官府 被捆绑 我们来看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包罗的真实经历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 说得很清楚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 当他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二十二节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肾迫切 他很迫切 他只要往前进 他不知道那里会遇到什么事 他知道很危险 但二十三节 他知道圣灵在各层 向我指证 在各层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 患难等待我 二十四节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贵的福音 这就是勇敢的前进的剑 神的工人 这支往前直进的剑 为完成神的旨意 成就神 托付他的执事 就是神恩贵之道的福音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 我们笑话保罗 虽然他知道 明知道有危险 而且也多处发出预言了 但他仍旧往前直进 勇敢不懈怠 这就是得着奖赏的人的一个精神 所以莫怪保罗最后他讲 当跑的路我跑进了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所信的道也守住了 他确实有凭据 他很相信 公义的冠冕必为他存留 因为他是勇敢向前的剑 这是第二个 我们要看到神的剑的特质 第三个 这支剑要顺服 剑在弓箭手手中 被弓箭手控制方向 他要能顺服 所以我们来提一下 因为他要往目标 目标不是剑自己射 是剑手所立的 如果是神的剑 没有第二个方向 没有第二个目标 就是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所以当顺服 我们看耶利米苏第七章二十三节 耶利米苏的七章二十三节 耶利米苏七章第二十三节 好 这里先知这样说 说神的吩咐 二十三节 我只吩咐他们这一剑 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的子民 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神的命令很简单 神要射出这一支剑 他的方向目标也很明确 不复杂 那个目标 那个剑的方向 弹道就是 神说只有一件事 听从我的话 听神的话就这么简单 如果这样的话 就会种那个标的 那个标的就是得福 听神的话 神说 二十三节 耶利米先知说 神说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 我的百姓 我的儿女 我们想要抓到神 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 神的眷顾 成为神保护的 疼爱的子女 很简单 神说就听我的话 就这样子 遵行啊 我吩咐你的一切道 这本圣经 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语 遵守圣经 认识真神 然后效法这个真理 持守住真理 这个就是 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道 就这样就可以蒙福了 很简单 所以这支剑 只要顺服 照着剑手 射出去 就可以重到靶心 何况射剑的是真神 神的能力 没有完成不了的事 神所要形成的旨意 没有不成就的 所以人当顺服 如果自己要跑方向 箭自己射歪了 那支箭无用 是被弃绝的 所以听命 胜于献祭 我们很多的服事 很多的信仰道路的 这样的一种奉献 我们所在神面前的敬拜 都要来顺服神的旨意 不要超越的神 也不要以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意志 为取代了神的旨意 这个是我们要来注意的 因为神要借着顺命的工人 来完成祂的救恩 完成祂的工作 这个是在历代的先知 身上所看到的 只有顺服 就算一开始不顺服的 约拿先知 他想要走另外的方向 他想要拒绝神 成为神的箭 神都可以把他抓回来 把他 让他掉头回来 所以他乖乖的回来 再按照神 要他去的方向 去传警告 都要顺服 才能完成重大的事工 完成神的旨意 完成神的救恩 最好的示范 当然是我们 耶稣基督成为 肉身到世上来的示范 我们看主耶稣最后的祷告 来做一个这段结论 马太福音第26章 马太福音第26章 39节 马太福音第26章 39节 当主耶稣面临 在救恩的经纶上面 最重大的考验 最重大的难关 他用祷告来交托 39节 撒就我稍往前走 伏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就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最好的示范 他要向神 向天父 向永恒的神来祷告 这是为我们所示范 这是为我们所示范的祷告 但是让我们知道 肉体的软弱 必得要仰望神的代理 他说 可以的话 这个苦碑不要在我身上 但是他却知道 他这个时候是一把剑 是一把救恩的剑 他知道 不要照我的意思 如果天父的意思 救恩要如何完成 要按照天父的意思 这就是顺服的表达 顺服的一种模范 所以在祷告里面 我们要像主耶稣这样的教导 我们应当仰望神 我们时刻应当仰望神 因为我们太软弱 我们不能做什么 但是呢 在交托的过程里头 我们当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真实的交托 是愿意完全让神来带领 不是我自己化靶心 告诉神说 我愿意射到那一个目标去 是告诉神说 我是仆人 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 如果你把我射往哪一个目的地去 我都愿意顺服 这就是顺服的剑 这样子才能完成神的旨意 完成神荣耀的工作 主耶稣为我们示范了 最后祂顺服 十字架的苦行 完成了神 从这个 救恩一直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完成了救恩 带来了人的无限的希望 带给这些蒙简选 蒙爱的人永生的盼望 这个是顺服的剑 神的剑要顺服 第四个 以赛亚书49章第二节 我们刚刚所读了 这支剑要怎么样 要磨亮 要磨亮 磨亮要做什么 如果箭头是 不不亮 箭头是盾的 它无法射准 即便射到也无法 进入这个把 这个目标里面 要够锋力 要磨亮 因为那才是力量 才是速度 所以我们说到 神的剑是要磨亮的剑 这个表明我们在信仰上面 在服饰上面都需要操练 都需要自我砥砺 自我操练 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十章 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 传道书的十章第十节说 铁器钝了 若不将刃磨块 就必多费力气 多费欺力 但得智慧指教 便有益处 阿们 我们特别要来说这个 这支剑要磨亮 磨力 要保养 才有用 东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把这支剑 要发挥的时候 才磨是来不及 平常重视 这个磨力 磨炸 在 箭头 磨量上面 这个是身为一支箭的一个功用 有用的箭 必得是有锋利 有用的箭头 这里 传道书这里说到 刀 它用刀 铁器也是一样 刀如果不磨力 实在是很浪费力气 我们都会煮饭用过菜刀 用过刀 利的刀 一刀下去 准确 一次就剖开 一次就很快的就完成目标 刀不利 剁很多次 越剁越不准 浪费力气 然后 我们甚至都很有经验 万一跺歪了 还切到手 还伤到手 所以 工具 不把它 锻炼好 不把它 整理好 不把它预备的 有用 实在是 浪费时间 浪费功能 也没有办法完成目标 所以这是在 这一个 第四点 我们对于 这个 剑 要 自我磨力 尤其神的剑 是要够锋利 加州有一个地方 叫做 卵石滩 卵石滩 那个滩 因为很多的卵石 而卵石 现在我们很多建筑 家里装饰 都喜欢摆这样的漂亮石头 圆圆滑滑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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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石滩的特色 因为大海冲击 大浪这样 冲过来 然后那个 按 旁边的石头 被卷起来 然后滚啊 抛啊 撞啊 所以 因为啊 长久这样以来 那个软石 就被磨得很圆 很漂亮 很滑 所以很多人喜欢到那个海滩去捡 把那个软石捡回去 摆在家里 非常漂亮的装饰 去 或者是去搜集啊 让它能够 摆在陈列的这样的一种摆饰也好 所以这是有用的软石 大家喜欢去挑 可是同样那个环境里头 有一些石头 被冲 抛到那个岸上 岩石上面 然后它就不会再被冲击了 或者说 岸边的岩石有一些 有一些洞啊 有一些石头跑进去了 跑进去之后 从此啊 它也不会 刮风下雨啊 也没有这样的一种 磨啦 这样 冲的机会 在那里很安全 结果那个石头 都长得丑丑的 有鳞有角 粗粗的 没有人要挑 那个废弃的石头 没有人要 所以一样的那个环境里头 被冲 被磨 但锻炼出来的 就是漂亮的圆滑的石头 被人来欣赏 来重用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 环境的考验 工作的考验 人的考验 其实事实上 都要成就我们 往更美好 更进步的地步 来前进 我们要当 出糟的器皿 没有用的器皿 还是说 事实上 神所要用的器皿 要磨练 要预备 要准备 要被琢磨 要担任什么样的工作 神在什么阶段 用我们 在什么点 在什么事实上上面 来使用我们 神都会先来磨练 锻炼我们 当我们完全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顺服神的带领 就可以完成事工 我们来看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这里说到 器皿的预备 人要做贵重的器皿 就要来准备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刻骨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是保罗勉励提摩太 也是我们常常拿来勉励 尤其是年轻的人 自我预备 自我锻炼 准备成为合乎神用的 这样的器皿 那这梦就要 要做贵重的器皿 要保持一种良好的状态 除了刚刚说 我们说要被磨练 被砥砺 圆滑 漂亮 第一个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说 这里要保持干净 我们到一个地方 我们看很多杯子 我们想要挑一个杯子来用 看一定是挑那个 最干净的 漂亮的 清洁的 我一看就喜欢拿来装水 我要喝 其他脏脏的就不理它 我们到外面也是 我们到外面 到公共场所 到任何地方 我想要坐下来休息 好多椅子 我挑哪里坐 我挑干净的 这个地方不要干净 不用擦拭 我就可以坐下来 我们都挑干净的 神要用的器皿 更是要清洁 所以在这个段落 我们要自我勉励 成为合乎神用的器皿 要清洁自己 成为清洁的器皿 在砥码上面 先让自己成为一种 干净的 清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这一点上面 我们必须要 再精进 再要求 在自我预备上面 让自己是一个干净的 贵重的 脱离悲贱的事 事上的事 其实都带来 器皿的肮脏 我们成为神的器皿 当然要脱离 这样悲贱 肮脏的事情 好 那 如果 不保持原状 看起来好像不错 不要破坏 保持那个东西的完整 事实上 它是一种 懒惰 一种停滞 我们刚刚说的 不往前 停滞 所以 事奉上面 要被操练 被磨练 要求进步 不能说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这样做 我现在还是这样做 这样做就可以了 有在做就好了 事奉要进步啊 感谢主 我们在很多的 史夫事上面 大家精益求精 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是为了让 事奉的国效更好 为了让 人得到更多造就 为了让神 得更大的荣耀 所以我们会求自己 能够有进步 很多人的侍奉 少了 追求敬畏神的心 看来是很热忱 但是少了敬畏神的心 所以呢 就变成是 行礼如意的服事 做不做其实没有关系 好不好 大家有时候也不大敢讲 但是呢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不足的 如同先知啊 所说啊 知道自己是不足 但是啊 愿意被神来锻炼 他就能够顺服 顺服神 耶利米要出来服事的时候 他对神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但是啊 主耶和华说 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我说什么话 因为啊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真神所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担心 或我们的害怕 但是我们必得啊 勇敢的接受锻炼 接受操练 在服事上呢 自我能够锻炼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因为久了 就 看不见自己的一些软弱 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或者说自己有时候 疏忽没有察觉 也要能够虚心接纳 别人的劝告 虚心接纳 真言说铁磨铁 真言的27章17节说 铁磨铁磨出认来 这也是砥礼的过程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所以出于朋友忠诚的劝勉 虽然有时候很刺耳 很扎实 很难接受 但是却是为我们好 我们应当虚心来领受 才有改进 进步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有时候要愿意接受考验 接受磨练 有时候是人的劝勉 人的建议 这样子我们才会成为锋利 才会成为利的剑 所以在第四点 这个箭头要磨练 愿意被主所安排的 各式各样的圣工的操练 各式各样的环境的考验 各式各样的难关的 这样的一种领导 然后来倚靠神 来仰望神 然后体验到神同在的能力 如同耶利米先知一样 这是第四 最后一个我们来说 这把箭呢 是归 能够把荣耀归给设他的人 我们来看这个 以赛亚书 我们回来看以赛亚书49章 第三节 以赛亚书49章第三节 以赛亚书49章第三节 第三节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 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荣耀 好 感谢主 神说 神说 先知 是他手印之下 隐藏 而且被他磨亮 然后呢 放在他箭袋中的宝箭 这是第二节所说 那么第三节 这样子 人就成为神的仆人 目的呢 被神使用 使神得荣耀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要提到 神的箭要能够 归 尊神为大 也能够把荣耀归给神 箭 使是被使用 成为有用的箭 完成这个百步穿扬 直指目标的这样的一种 漂亮的成果 但是厉害的 不是他 而是操作他 来拉弓 瞄准 将他射向目标的这个弓箭手 神的箭 出于神 所以更要把荣耀归给射箭的神 使用仆人的神 所以箭的作用 是因为愿意被射手来用 所以当人愿意得荣耀 事实上是因为 他成为神有用的仆人 完成了神的事工 使神得荣耀 他在里面 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 这就是 归荣耀给射箭的人 将荣耀归给 使用他 愿意来操练他 愿意来让他完成神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归荣耀给真神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 对自己的认知 无论完成什么样的事工 完成什么样的使命 都当有一种谦卑的心 并且把工作的成果 工作的这样的一种荣耀 都尊归给神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 新约251页 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 第一节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保罗说 有这样的宝贝放在瓦器 如果我们是瓦器 我们是准备好的器皿 是字节的器皿 一定被神来重用 来看重 这时候神要将宝贝放在瓦器里面 神的圣灵 要放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有莫大的能力 如同保罗 更如同彼得约翰 他们这个无学问的小民 在领受圣灵这个宝贝 容纳这样的神的最贵重的恩典 在身上的时候 那他就成为有用的器皿 然后显出莫大的能力 来源来自于真神 从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保罗就说了 说到救恩 说到事工都一样 我们不过是被接的树枝 这个不可以像原来的侄子夸口 不可以像那个树本身 是根拖着我们 不是我们拖着根 是神成就我们的事工 神保守我们的工作 神保守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有一点成果 就把荣耀归给真神 这就是应有的态度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做完工作的时候 只说这都是应当的 所以没有抱怨 没有埋怨 没有这样的自我推崇 也没有任何的可骄傲之处 乃是继续的 祈求神赐给工作的机会 就是一个能够尊设者为荣耀的 这样的谦卑的剑 我们从今天晚上所提到的 以赛亚书的49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 我们都知道 以赛亚先知如何成为神 一把有用的剑 因为他是直的 他是正直 他是前进的 他不停止 他是顺服的 他没有自己的主张 他是磨亮的 是准备好的 他是被神收纳在剑袋之中 他能够归荣耀给真神 因此神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的荣耀 第四节 虽然说他有一种 一种怀疑 或者有一种能力不足 有一种自我欠缺的感觉 但是他后来明白 在第四节 49节 我们来看最后看 以色亚书49章的第四节 以色亚书49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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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却说我劳碌是突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他最后他得到了信心 得到了神给他收纳在剑袋中的这样的恩典 他说我当得了你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识必在我神那里 这就是信心的剑所带来的功效 以上我们从以色亚先知的这样的工人的心 这样服事的观念 这样子做工的这样的心智 我们来得到效法学习 愿主耶稣基督来成就 来操练 来成全 来收纳我们 在他的剑袋之中 预备来成就他美好的事工 我们以上这样来分享 我们再来唱赞美诗 两百二十三首 阿姨 感谢观看